古文關子達人獎堂 古文關子達人獎堂 邀請各界達人分享成功經驗 以及獨家投資理財方法 希望可以幫助想在這個領域成為達人的你喔 歡迎收看古文關子達人獎堂 我是妮娜 我是陳波 想說跟大家聊一下 應該大家都看過 富爸爸、酬爸爸這本書 那其實裡面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四大上限ESBI 專業啦 依什麼 ESBI 四大上限 OK 那如果我們想要成為有錢人的話 他說那我們要努力的往B上限跟I上限前進 對 這我懂 所以我們出來社會這麼久啦 其實說你賺錢 如果你是吃人家那個陶樓的 原則上你說要多有錢 其實相對的一定難度啦 除了一家公司大部分人肉 其實我們都知道大家有當過老闆 都知道他們都會老闆打工 老闆本人 然後我們就搞企業 搞公司 然後我們就搞交易 我正常是搞交易的 就是用錢去滾錢 那我們今天很難得會邀約到一個 用搞公司的 然後怎麼去賺大錢 這一點比較流行的創業類型 就是從網路 他可能對年輕人來說 他是相對門檻比較低的 欸 門檻是知識門檻 還是資金門檻 資金門檻比較 因為像以前可能是 我覺得好像有點比較重資產 但現在因為網路發達 所以就是年輕人要創業 也相對可能門檻比較低 一些要準備的錢 可能不用這麼多 也會造成網路創業的流行 那我們今天就很開心邀請到 我的老朋友 對他也是網路變現家老包 非常歡迎 謝謝兩位主持人 麗娜、郭哥 大家好 我是老包 可以包三包孩 幫你賺到錢 幫你家在網上賺到錢 請老包跟我分享一下 你在這個成功故事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其實我跟菇之前 我跟你講問他 那他創業七年 會這麼成功會不會養 會不會養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們 應該說這七年是 完全在做網路這一塊 然後我們本身在網路 因為網路的領域非常廣 然後 我們本身是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臉書 非常的熟 那只是說臉書 我們可以做事情相互 因為說 臉書、廣告 它是一個渠道 那我們在賣什麼 產品 還是賣什麼禮物 還是賣什麼 課程等等 就聽起來什麼都賣 對就什麼都賣 所以我們服務客戶的領域 非常的多 所以剛剛你也有提到說 哪一個算是 風公圍的代表座 代表座 其實 一路以來都是代表座 我先講 可以量化的 可以量化 就是說我們曾經有幫一個客戶 他們是算是有點像 生活百貨那一類 是傳產 然後要放到網路上 他們有自己的工廠 可以生產很多產品 當然他們不太會做網路的廣告 那我們幫這個產品 應該說幫他們這個公司品牌 包裝之後 幫他們產品在網路上打廣告 然後透過這樣從沒有到有 那一年 光第一年 我們就幫他破1億的營收 第一年就破1億耶 第一年 然後大概花了兩千萬上下的廣告費 也就是說 我花了一塊錢 換了五塊錢營收回來 所以他是透過什麼 小Payboard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 中間的know how 就是找到4億 找到老包這樣子 對 因為大家都覺得自己有一個很棒的產品 然後大家也都想說 我丟到網路就可以賣掉了 對 其實我們服務過很多的業主 當然大家覺得說 我是不是網路有一個店 我就可以賣東西了 可是其實跟實體店面是一樣的 店面沒有人潮還是賣不掉 對 所以其實我們跟業主溝通過很多 怎麼去做 產品銷售的影片 OK 怎麼去拍一些影片的展示 因為他這個客戶是屬於賣產品 對 那怎麼去展示這個影片的功能 強化他的 介紹他的好處 使用方便性 甚至請名人代言 這些就是要包裝這產品 把他的價值拉高 也不算Payboard 這是算專業 那這樣做好 我們廣告打出去 才會有成效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自己的產品很好 奇怪怎麼賣不出去 對 這有一個矛盾 其實也不是矛盾 就是一個異常 兩個角度就是說 我一定要對自己的產品很有信心 這一定要的 如果自己都購不了那你就要 怎麼買 可是有時候就是 他沒辦法切換到客戶的身份 他已經把自己說 就是我的東西超屌超棒 對 你為什麼不買 然後就會在銷售的過程 一直在說 我很棒我很屌我很厲害 你直接跟我買 可是在客戶的角度就覺得 你是誰 我為什麼要跟你買 我為什麼一定要現在跟你買 the who are you 對 聽點心你就像客戶端 跟業主端的一個 公風 一個敲亮的 對 對 這屬於文案 或者研發到現在就是變成影片 都有這樣的元素存在 可是現在就是大家也都拍影片 能夠吸住客戶眼瞧的關鍵點是什麼 我覺得還是剛剛那個角度就是文案 從文案延伸出來的 我在意的客戶的問題是什麼 我在意客戶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們怎麼滿足他的需求 我們怎麼解決他的問題 那客戶才會感受說 你是站在我的角度去想 所以我們影片的元素也是要包含這樣的 內容在裡面 這樣客戶看了才會覺得 我的問題是有辦法被解決的 我的需求是有辦法被滿足的 OK 以客為主 是的 有一點站在客戶的角度去做思考 這也就是我們在 對 無論是拍影片啊 最普遍的素材啊 這些都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其實客戶在網路上 就是大概只給你三秒鐘的時間 看了不喜歡就走掉了 三秒還閒場 三秒還閒場 有時候可能只會一秒 真的一直滑一滑 一直滑一滑 就關掉了 所以一定要一個 達到他的痛點 他就覺得要瞬間 瞬間達到痛點 甚至吸引他的目光 那個點就打到 他才會停留 多給你幾秒鐘的時間 而且前面就一直在滿足他的欲望 聽起來真的是很激烈 你有看過很多年紀的人滑手機 那個手我看都沒有停的 對 真的像老老講 真的是給你一秒鐘的時間 對 所以有時候網路的電話是非常的快 然後訊息量是非常的大的 那我們要怎麼從中推而出 就是說 所以基本上業主 他們沒有站在這些角度想過 其實他們很難拿出一個 市場可以接受的一個素材出現 對 不容易 對 因為我覺得業主就是真的要避免 陷入一個自嗨的情況 就多半的業主 那他不自嗨又不期待 他不自嗨 他不自嗨 他就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好棒棒 然後就出去 肯定就是成天商 人全世界都要跟我買單 對 就是太過於自嗨 對啦 對 所以今天想要請老包給我一點乾貨的分享 就是來一個 如果也想要在網路可以成功創業 有沒有一個成功方程式 可以跟我們分享 還是一樣那句話 找私藝找老包 我可以幫你幫你 是嗎 就是乾脆分享 我覺得剛剛講 不知道剛剛應該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我們 要解決客戶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就是在市場上叫做定位 所以自己要先找出那個定位 我的定位是來解決什麼樣的方案 類似這樣的角度就是說 我在投資股票的第一個時間 我就會想到陳博老師 喔OK 所以你們會幫產品定位 去定位 其實有算是之前的方法 定位不明確 所以跟市場的差異 就是說 一樣都是股票老師 那陳博老師的優勢在哪邊 所以這就是在定位這一款 所以我們從產品的定位 還是服務的定位 還是剛剛講的 你的品牌的定位 人的定位 就是我們市場定位 其實不是第一 他算第二步 第二步 多半人會認知這叫第一步 其實還有前面那一步 我們要先做市場調查 這是很多很多 基本上絕大部分人會疏忽的那一環 因為我沒有做過市場調查 我沒有去訪販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市場 我的優點在哪裡 我的市場在哪 沒錯沒錯 所以市場調查要找出非常多的資料 比如說你有哪些競品 對手是誰 對手都怎麼賣 賣給誰 他的價格賣多少 怎麼賣獨特賣給誰 知己知彼 對 所以這是蠻多 我問業主的時候 欸你的競品有誰 其實我們 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也沒問過 還說五個競爭者 對 對 天下無敵 對 最近自拍的一個情況 對 其實我們剛出道的時候 就是有被一個專家這樣問過 那時候我們也是服務一個客戶 然後又覺得遇到瓶子 那時候有一個很厲害的顧問 然後就 我們想說先請教人家高手怎麼做 就高手第一句話就問自己 因為你對手是誰 競品是誰 第一件事情就變 哇 那個你當頭幫客人 欸不對 你都不知道對手是誰 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我們一直記在心中 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幫客戶找定位的時候 之前我們要先幫客戶找出 他們的對手是誰 OK 讓他們做市場調查 其實蠻多業主真的都沒有想過這一點 或者是沒有一個理想的一個目標 正常不會有吧 不會啊 你問到目標 說我要做得很大 我要賺多錢就這樣 也沒有量化 對 就是說我的目標是誰 他在哪 那我至少要超越他 那個目標也要 一定要出來 所以這個是 這兩件事大概就佔了我們在 做廣告前端的 80%時間的 做定位奧裝 我覺得這一段有點算是 我們是客戶的行銷顧問的概念 可是因為 畢竟我們是廣告 廣告代理商 所以其實有時候人會把我們定位稱 廣告商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這些東西 要請老包可以幫我們投不高 好 有時候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蠻尷尬的 就是我們要直接幫他投是沒問題 可是我們明明就看到他的產品 內容 包裝都賣不動 都賣不動 因為我們投過廣告量也超過上億的廣告量 所以我們大概會知道 哪些產品跟哪些的內容 我們看 是賣得動跟賣不動 OKOK 也可以 收他的服務費 對啊 就解決了事 可是這樣都有嗎 也不好 對啊 其實業主絕對不會怪自己戳 業主一定會說 這是廣告商的問題 對啊 就打得不好 所以如果我都不希望這些事發生 我就跟他說 要嘛你就做好這些事我們來做 要嘛我就不接這樣子 OKOK 因為現在其實廣告真的太多 太多 廣告好競爭 如果真的沒有一點點比較特別 或是吸眼球 真的很難被你的那個精準受眾看到 對 所以說剛才說網路創業這檔事 其實很多人以前都想做 但是要做成功的 真的很難 其實我會更喜歡聽到的是 什麼狀況下容易失敗 這個是創業一直以來 應該會一直不斷 會一直不斷遇到 對啊 那也可能隨便取一個 因為我覺得像 剛剛兩位主持人說的沒錯 就是說網路在創業這一塊 我可能在這邊 我可以隨便拿一個產品 就可以入門了 對啊 那我可能預算不用多 也就是因為這麼容易 所以競爭對手也這麼多 我覺得我過程中也遇到幾個很不錯的企業主 夫妻良創業 到現在有自己的工廠物流 到國外有7000人分公司 每一個國家都有幾十個員工 然後我們真的就訪問這些老闆說 到底這個創業怎麼樣 好巧的是老闆的第一句話也是說 你們在做什麼決定 別的對手是誰 他從創業的第一個目標就是 他要超瑞羅瑞 他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目標 不要在那邊那麼多一趟 所以說老闆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一開始就算你要創業 或許網路創業很簡單 但是還是不要急著 不要急 不要說很快就要趕快去先動作再講 應該先思考一下 你要跟誰合作還是要獨資 然後就算是要獨資的狀況下 要進行下一步之前 先好好思考自己的資金 其實有多少可以燒 對 有多少資源 做多少事情 對 不要想說要不登天 不行 然後這個就是真的要請教一些 其實要做什麼事 要先有戰略 對 其實我們策略是最重要 OK 那當然自己想不到這些就是請教 請教同業的前輩 創業前輩 請教也是大老闆 OK 了解 也許他跟你不同產業 但是他的生意經 創業經一定會 一定會有 所以總理就是說謀定後來才懂 謀定而後懂 是的 OK 我想老包有沒有可以一句話 或是 給想要踏入這個領域的人 一句建議 那時候有一個很厲害 我們都叫他師傅 這師傅的 他都會說四個字 加油 花錢 第一字 錢話越多 賺越多 但是在廣告的一個笑話 都是加油花錢 可是其實我覺得 真的要講一句話的話 我會選擇 雖然說有點勞梗 但是這是很重要 就是 萬物初衷這件事情 其實 本業最重要 對 自己本業專業最重要 如果你要在網路知識變現 你是不是要給人家豐富的知識量 對啊 那你才有辦法去分享給人家 沒有錯 那所以你要不能去學習 嗯 無論在什麼角色 無論在什麼產業 他一定要去 都是這樣子 沒有錯 OK 老包的那個創業經驗 我覺得真的很精彩 不免來問一下老包 你現在個人有什麼理財方式 就是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財方式 就是 投資類型 就是我們 我有投資房地產 其實我今天會被叫老包 原因是因為 老包的由來 老包的由來是因為來自於包主公 不是包大人 不是包大人 老大人應該是要到七八十歲的老包 不是包大人 他因為 因為包主公的身份 所以大家去開玩笑叫老包 但其實我不是在包主公說 是真的挺大包的 挺大包的 只是因為剛好幾個朋友 對這個領域不熟 所以覺得你是包主公 就這樣叫起來了 這也是一種理財的公益之一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高門檻的 對阿 親戚上面講說 你在做做包主公 沒有我以為做什麼 就買幾棟房子了 那因為其實老包聽起來 是一個很忙碌的老闆 那我相信還蠻多創業家 可能本身已經忙到 已經沒有時間去學投資理財 所以想要請教一下 如果像老包這樣子 一個很忙碌的老闆 能夠比較適合他的投資理財界 有阿 其實我上次在說 人是英雄 錢是膽 那既然都身為老闆 肯定是英雄 那有沒有膽 既然都已經是老闆 又是成功 老闆也有膽的 是人才通過下 他去試人才的能力 應該有的不錯 所以說其實有很多方式 我給你兩大方式 第一個當然就交給專家 去做一個理財 也可以找一個正確人 把錢交給他 這也是一個 你完全不用浪費任何時間 第二個就是找到一個對的商品 那什麼叫對的商品 如果以台灣的股票來講的話 譬如說台積電 這大家人人都認識 0050 這種根本不會倒的這個ETF 而且他的禁止 只會越來越高會搖 他不可能會越來越低 只會越來越高 只是三不五只創新高 但不是每天都一直長 不可能有這種東西 其實像老包他們這種大企業家 他們已經很忙的狀況下 但是是有可能每個月都有現金流 或是每一段期間都有現金流的狀況下 其實什麼都還都不用看 就是錢進來 然後撥一部分 極度的刑制資金 就是一直投進去這些優質的公司 或是優質的ETF 這樣就好 然後就讓他自由去長大 就好像老包在經營公司 他想要讓公司不斷的變大 那你今天經營公司完之後 錢進來卻沒有讓錢去長大 我就會認為 雖然對老包的人沒有差 反正他說 我有這個租金收入嗎 但是如果讓錢也去長大 跟著老包一起長大 讓下面變得很大包的狀況下 口袋在旁邊的很大包狀況下 對 這樣子的話 以後就不是叫老包 就叫大包了 讓錢也長大 那我就讓錢自己去毀 那我覺得投資極優質的公司 或者是極度不會倒 那種根本要倒極度趨近於0 的這種ETF的狀況下 其實我認為對老包 我相信對他也可以說是如虎天一 所以我會給這些大企業家 然後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去管 管投資理財要看盤交易的 這些企業家老闆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理財法 是會非常適合你們 最後就是來一個工廂時間 因為老包本身是那個 市役行銷公司這邊的共同創辦人 是的 我們想要推廣的服務 直接講兩塊服務 太多了 太多了 而且一個是比較單純的 就是完全接 操作廣告這個服務 就是說如果你很好的產品 很好的服務 他會不會去怎麼推廣 那其實我們這邊行銷公司 就是我們本業 本業就是幫你服務跟產品 給世人知道 這個真的沒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特別的 應該是我還沒有真正去公開說明 我們有一個 我稱之為快知行消息 快速做一個諮詢 我就可以把這個你的 你要說你的TA全部找出來 TA就是你的目標課群 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我簡單說明 就好像我們以前會做一些什麼 心理測驗嘛 這種心理測驗對一些受眾看到 其實那個防備心不會太高 對 他就是看到我們想說做個測驗嘛 比方說你適合哪一類投資 OKOK 那他是做完問卷之後 是不是就覺得說 你就幫他做一個分類 你可能適合好一天火 你可能適合可以做期貨 那這些有時候做完就想填寫 心理測驗是不是結束就結束了 沒有給什麼解放 沒錯 對 那我們其實就可以透過我們這套系統 可以針對測驗出來的對象 馬上給他對應的解法 而且還有一些追蹤的一些追送 OK 而且這個測評呢 不是只有單線式的測評 我們還是可以從這個問卷裡面 找出他的分數的權重 那這樣的評測系統 因為投資是比較好講 對 那其實有些領域他不太好去做設計 我們都可以把它設計出來 了解 我們非常棒 聽起來很厲害 等一下撕 等一下撕 而且重點是海底解放 OK 好 所以這樣大福入 好那今天真的很感謝老包來到我們節目 然後跟大家分享他的創業實戰經驗 然後也有一些干貨的教學 那就希望可以幫助到也想在網路創業的朋友 那我們的古文關子導演講堂 就下集見囉 OK 掰掰 感謝老包 謝謝老包 下次有空再來玩 好